哈喽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是一期微针功课的视频 我现在呢是已经洗好脸了 什么都没有擦 刚刚喷了一个喷雾 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开始 我用的这个微针是这个品牌 叫做ORA 我这个的深度是0.25我记得 先把微针消毒 我这边是一个空杯子 大家要准备的是这种 起码是像这种70%的酒精 如果有更高浓度的话也可以 但是起码要70%的 倒进来之后 它这个水位要没过这个微针的头才行 这个我就一般泡着 起码要泡个8到10分钟左右 再拿出来风干这样子 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做一个 要么是清洁面膜 要么就是去角质的面膜 我一般嘴巴的地方都会涂到 因为我的皮肤不敏感 所以我一般都会带到这个眼皮的地方 因为待会像眼皮啊 眉毛这里都会滚到微针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好 现在就等大概10分钟的样子 10分钟之后它这种白白的膏体 就会被吸收掉 就会变成透明的 我刚刚洗了个脸 再用瑞颜的这个生机水擦一下 它这个水吧 我觉得就是可以促胜 就更加促进吸收一些 做微针的话 我比较建议大家 要么用很厉害的抗老精华 要么用像这种安瓶 我自己是更倾向于用安瓶的 因为做微针的话 脸上多多少少会有那种非常小的小伤口 你是肉眼看不到的 安瓶的话 我是觉得它一支一支就很卫生嘛 就不存在有什么细菌二次污染啊 或者是氧化之后的一些现象 他们家这个安瓶我用的最多的还是3D Fermi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一个Lift Express 我今天就用这个好了 3D Fermi的这个 这个系列都是两毫升一支的 我一般做一次微针会用到两到三支的样子 我这个先拿两支出来 倒一点到手上 我先做这半边脸 对微针跟做仪器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要分区做 这个微针我刚才已经拿出来风干了 我一般都是先做lower face 下半张脸 很快速的这样滚 你不需要用很大的压力去压你的皮肤 那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其实不太好 就是这样 不带太大力气的 在脸上这样平面的滚就好了 做微针的有个手法 就是先这样横着滚 因为刚才做完去脚质 还擦了那个瑞源的水 所以它这个精华吸收的非常快 所以一旦发现脸上有一点干的时候 就补一点精华 当然有的人也是那样干着脸滚 然后最后再上精华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湿润着这样滚 就是感受会更好一些吧 你看我这边已经开始有点红了 我觉得这个疼痛的范围吧 属于可以接受 当然如果你一次微针都没有做过 一次那种仪器都没有做过的话 那估计就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这样横着滚了之后呢 再换个方向竖着这样滚 竖着滚完之后呢 再这样斜着滚 它大概的方向就是一个米字 像这种凹陷有沟壑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皮肤抬起来一点 这边斜着滚完 然后再这边斜 反正大家就大概记住这种方向就可以了 真的这个吸收特别的快 就我有点干了 你看我这半边嘴巴真的很丰满呀 第二区的话我是喜欢做upper face 包括眼周的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先横着 但这边啊我是连鼻子会一起做 这样可以滚到鼻翼的地方 鼻翼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好滚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找一下那个角度就好 滚微针的话可以比较接近眼睛 但因为眼部的皮肤很薄 所以要比刚才的力气稍微更轻一点 我觉得最疼的地方应该是接近颧骨 然后就是额头额脚的这两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我倒觉得还好 有一点精华 半张脸还没做完 就已经用了只剩一个点了 但做微针的话就一定得用多一点精华 然后用好一点的精华才有效 上脸皮可能大家不好滚 就是自己要找一下角度 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找角度的话 就一只手把额头抬起来 这样你的皮肤就往上了 然后呢就是这半边的额头 额头会比颧骨会更疼一些 这半边的脸呢差不多滚好了 我们再来滚这一半边的脖子 脖子就先从这个下颌线这边开始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routine之前搭配的是瑞颜那一套 所以它有的时候上精华上去啊 它会有点白白的 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 并不是说你用洗眉奶没有洗干净 那个因为我今天一天都在家里没有化妆 刚才洗脸也没有用洗眉奶 然后也是一个方向先这么滚起来 我基本上脸上就会做的仔细一些 脖子我就会做的没有那么仔细 脖子的话这边就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几条颈纹 对吧我也是 特别现在运气了 然后经常是左侧睡 所以我感觉这边的颈纹就更加严重一些 我可能不会整个脖子每个地方都滚到 但是像这一条颈纹的这一条啊 我就会很认真的小面积的这样滚滚滚 微真有一点好处 就是它喉结喉头的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 因为很多光电类的仪器 喉头这边是不让做的嘛 差不多这半边脸都弄好了 我现在呢再快速的把这半边脸给弄好 好啦我现在脸跟脖子都已经做完了 这边脸刚刚做完 所以稍微更加红一点 这边其实已经有一点推红了 今天就是用的三瓶安瓶 两个是3-Firming 一个是Lift Express 这个滚完之后呢 你把微针给冲一下 就自然水管里面冲一下就好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用之前跟用之后 都要做好消毒的工作 8-1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拿出来风干 微针滚完之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镇定修复嘛 或者是你想加一些强抗老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像这种啊玻尿酸的原液 我这个是理副全的 或者是Barber他们家也有那个补水的 我是把他们家好多都收集到这个小包包里面 这一袋都是他们家补水安品 以前我用他们家都是当做日常的精华来涂 现在我用他们家基本上都是跟着微针一起做 像这种玻尿酸的精华 还有什么鸡血草的修复精华 还有你手头上任意的那种修复补水精华 其实都是可以的 涂这些精华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脸上刺刺的是正常现象 因为你脸上有很多那种非常细小的小伤口 做完微针之后的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内吧 都是皮肤对于护肤品吸收力最佳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涂一些你想要的那种功效性的精华 我一般最基础的操作就是用这种补水的安品或者精华 有的时候我会在这个吸收了之后再加一个抗老的精华 还有眼精华 大家不要觉得这样一下子是不是忽好几瓶精华上去 就觉得有点吸收不了 其实你做完微针之后那个吸收度就是蹭蹭蹭的往里边吸 我今天就用一个这个好了 这个是RADIO他们家的一个抗老精华 这个也是主打紧致型的 这个还挺好用的 对于紧致轮廓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我如果是日常用它挤三磅就够了 刚才我脸上挤了五磅才够 然后再就是脖子 我这边好像挤不出来了 快用完了应该 面膜的话你可以上那种强效型的贵妇面膜 会让你整个体验感那个效果加成 或者是用这种非常基础的补睡保湿修复的面膜都可以 我今天就敷富尔加的这个 但是敷它之前呢我再敷一个眼膜 这个眼膜很好用哦 之前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的 它也是那种紧致的效果比较好 它这个就是特别的薄 这个面膜唯一的槽点 我就觉得它这个形状啊 如果可以做的再弯一点就更好了 就只能自己手动这样吧弄弯一点 然后外面再敷一层这个 但如果你懒的话你就直接敷一层这个 我觉得效果也是挺好的 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也要扶着 因为它也挺红的 大家如果在国内好买的话 就买像这种化妆棉哦 因为它很大 而且可以拉伸的 我一般都是取两片 然后用这种喷雾给喷湿 它就可以打开这么大 然后就敷到脖子上 大概15分钟左右 脖子可能更快一点 因为脖子上更多是水分嘛 吸收的更快一些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转运来的 如果大家在北美不好买这个的话 就用像这种化妆棉 然后把它撕层几层都可以 我之前都是用像这种化妆棉 也挺好用的 OK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脖子上我已经摘下来了 因为它干的比较快 我现在呢敷完面膜了 脸上基本上都退红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正常皮肤的时候 要稍微红一点点 我现在脸上那个面膜的精华液 都吸收完了嘛 而且真的是吸收的超级快 我刚刚涂了那么多层 然后现在脸就是像涂了一层水的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正常的护肤了 如果你是比较干的皮肤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两层精华 再叠加面霜眼霜这样子 添油的皮肤的话 你可以直接涂一层面霜 或者涂两层面霜 再去睡觉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想再来跟大家画一下重点 第一个就是用微针的时候 每个部位用米字形的那个方式化 每个部位呢 其实不需要来回的滚太多次 就是很快速的每部位滚到就OK了 然后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你做微针的那天就要选择下午或者晚上来做 当天做完微针不要用清水洗脸 如果你是油皮 必须觉得要洗一下脸的话 你就用那种喷雾 然后喷湿化妆棉 然后轻轻的擦拭脸就好了 因为我们脸上还有很多小伤口 没有修复好的 如果沾清水的话容易感染 再就是做完微针的当天 你不要擦防晒 不要化妆 但是到第二天睡醒之后 可以正常的洗脸化妆 用清水洗都是OK的 我觉得做完微针最好的状态 可能不是第二天 因为很多人第二天 甚至第三天脸上会有一点 局部的微微泛红 有的时候会脱皮 有的时候会水肿 我自己是从第三天的时候 就是状态就非常的好 第二天可能还是会局部有点泛红 最后再说一下微针适用的人群 一定是要你是健康皮肤 如果你脸上有那种大面积的红肿痘 或者是有正在处于过敏期间的话 就不要用微针 一定是先等你的皮肤修复好了 健康好了 然后再去做微针 然后我就觉得微针是属于一个进阶型的选项 一定是对疼要有忍受度的人才去做 不然的话可能第一次做真的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然后如果你怀孕的话 想做微针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运气做这些类型都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不管你怀不怀孕 做完微针之后的当天 还有第二天避免使用唇度很高的VC 还有氏黄唇一类的产品 因为那样的话会太刺激我们的皮肤 所以我想这就是微针大概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我之后再抽一期视频 再跟大家做解答 那也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 可以多多留言弹幕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